一个 是用天鹅肉烧制的 取名叫万字金天鹅 这道菜是用飞龙肉烧制的 取名叫瘦字银飞龙 这道菜是用香鹤肉烧制的 取名叫无字欲香鹤 这道汤是用燕窝丝烧制的 取名叫姜字燕窝汤 这些菜全都是陈 亲手烹制的 取名叫白鸟嘲讽 嘲讽是用的鸟嘲的嘲字的谐音 意思就是祝愿太后老佛爷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四个字 我可只见到了三个字 那疆字到底在哪 蜘蛛香 你敢说老佛爷无寿 是啊 蜘蛛香 莫非大清国的姜 叫你吃进肚子里去了 老佛爷 汤盆里没有姜字 有万寿无就说明老佛爷 无寿吧 太后老佛爷 这道汤它有姜啊 它那个姜字 你亲眼看看 你姜字到底在哪呢 石竹香 你这是犯的欺君咒君之罪啊 是 是老佛爷 你说他敢欺骗老佛爷 得拉太子口去 砍头 太后老佛爷 您 您可否想知道 这道汤里 为何 无有 无有姜字啊 您听 微臣解释啊 嗯 那姜字在哪 你要说出个子丑银毛 我就饶了你 你要说不出来 我就治你个咒君之罪 太后老佛爷 这个万寿无姜 就是无有姜间 无姜无姜 乃是不见姜 若是见了姜 岂可称之为无姜 这道姜字 燕窝汤的姜字 是看不见的 这正好象征了 太后老佛爷 您长命千岁 我大清江山 万古永存 永无姜界啊 石珠香 听你这么一说呀 还真是这么个理 你菜烧得好 理也说得好 来人哪 给石珠香看赏 谢太后老佛爷 赏黄马挂一件 白银三百两 我先把他抄袭下来一份 留给皇上备用 再把那本原本麦安送给老佛爷 您看如何 这倒不实为一条良策啊 来啊 笔墨伺候 老佛爷 今是您的喜庆寿臣 小牛子愿与石珠香二人 当着老佛爷的面 敬献厨艺 各做寿面一碗 你们有什么手艺 就都拿出来 让大家开开眼 好嘞 去家后去 师兄 我这是给了你一个 在台后面前露脸的机会 再把你的绝活打出来 我看你是狐狸精 问道美好路子呀 寇公公 请把我的家伙事拿来 去吧 知道 抽完了皇上 这么快 叮住神速吗 叮呢 我拿走了 谢皇上 大人 咱们这面案还是照不着啊 一定是牛不羹给咱们爷们做了手脚 可是咱们怎么办现在 怎么办 先把面活上再说 慢慢想办法 水 面 水 牛不羹 看看我们爷们 看看我们爷们 看看咱爷们 祈禀老佛爷 微臣想在太后老佛爷的寿臣之际 为太后老佛爷 为太后老佛爷以及诸位大人表演一下本出的拿手绝活 请太后老佛爷恩准 准了 有什么绝活你就都拿出来吧 那 微臣表演的是在人的鸡背上切面 在人的鸡背上切瘦面 拿人的鸡背当面板 那不就切破了吗 绝对不会 太后老佛爷 我想用我的帮厨小扣子的鸡背做面案 上面铺上一张保纸 等这个瘦面切完之后 小扣子的鸡背绝对不会有一点点破损 而那张保纸也不会损坏一丁点 好 好 这比看杂耍还有趣呢 好 那就在鸡背上切瘦面 crisp 你明明过来 切瘦面 CRASH 我回去 你肯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公公 您请看 您再看看他的脊背上 启禀老佛爷 那纸一点没破 他那后背上一丁点口子都没有 太神奇了 太后老佛爷 这盘寿面从头至尾 是用一根面做成的 象征太后老佛爷 福寿绵长 万寿无疆 这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你说说看 这世人做寿 为什么要做寿命 太后老佛爷 据说 风流皇帝唐明皇继位之后 迷恋于后宫粉带三千 渐渐冷落了 与他患难与共的王皇后 有一天 王后对唐明皇说 三郎啊 您还记得当年 我用新做的紫色背心 为您换了一斗面 与您做汤饼过生日的往事吗 太后老佛爷 这汤饼又叫水饮 也就是汤面 祝寿的时候 它也就叫寿面 太后老佛爷 这就是过生日 吃寿面的由来呀 石竹香 你不但每道菜做得好 而且对每道菜 每样饭的处处典故 了如指掌 还算有点学问 来人呐 给石竹香看赏 谢太后老佛爷 等等老佛爷 老佛爷 小牛子有话要说 你要说什么小牛子 老佛爷 今儿石竹香 百般的讨好您 取悦于您 他是心怀鬼胎 他有目的 他有什么目的 老佛爷 您忘了 马之县那个案子 您要求他一个月之内 必须把卖案找回来 如若找不回来 便问他的罪 今天 士林七县的最后一天 他怕您管他要那本卖案 所以他就 这百般的讨好您 哦 你不说 我还把这事给忘了 是啊 石竹香 在 今儿是最后一天 皇上的卖案 你找回来了没有 你找回来了吗 皇上的卖案 微臣找到了 哦 在哪呢 为什么不交给我呀 就是啊 找回来了 卖案在哪呢 那卖案在 在哪呢 在 老佛爷 老佛爷 卖案在这呢 老佛爷您看 这就是石大人找回的卖案 这不就 这 就 就 就来了吗 你瞒着我 做出这等事情 你知罪吗 老佛爷 奴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老佛爷您呢 您让皇上断子绝孙 你还说为了我 老佛爷 您忘了 当年您在立新皇的诏语中 加上了一句话 以四皇帝生有皇子 继承继大行皇上为四 为了使您这句诺言兑现 内阁士读 学士广安 都请老佛爷 召集王公大臣 将您这句话写入铁券 另外 吏部主事无可读 自杀失箭 求老佛爷给皇上立四 老佛爷只得将无事遗辙 及王公大臣们的奏役 闪抄后存于御庆宫 奴才深知老佛爷是金口欲言 言出而不可改 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皇上不能生有皇子 这样皇上就不能立四 而老佛爷您便可以稳坐江山永主朝政 我永主朝政 可是皇上呢 皇上不能生有子嗣 那也就不能立四 皇上年幼不懂事 一人为新党 忽作非为 满朝文武 恳请老佛爷 重铸朝政 罢黜皇上 罢了 你得一片忠心 一片苦心 我都能明白 可是这件事情你做得太过分 皇上要是知道 他一定会想 是我让你这么做呢 这件事情要是张扬出去 那我这一世的清明 便坏在这件事情上 我岂不是遗臭万年吗 老佛爷 奴才做事 一人称当 绝不让老佛爷 担当任何罪名 人言可畏呀 你愿意承担罪责 天下人相信吗 皇上他相信吗 老佛爷 奴才一时梦朗 欠缺考虑 请老佛爷给奴才治罪 把火盆拿来 端火盆 老佛爷 您宽恕奴才了 不治奴才的罪了